欢迎收听3月23日的世界晚报 加州一项高达110亿元的救助计划有望获得批准 加州人最早可在7月开始获得汽油补助 俄乌冲突加剧 北约领袖们将同意在欧洲东部盟邦部署新部队 并对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 故意钻烂患者牙齿再补牙冠牙医查莫里 三年炸420万元东窗事发被控罪 洛宪一男子因涉嫌在洛杉矶县的格兰黛市武装抢劫而被捕 嫌犯还涉及华人密集区的另外14起武装抢劫案 美国第一位女国务卿欧布莱特过世 享年84岁 新冠肺炎恐迈入新篇章 美国多地新变种吧 二已占新病例7成 白宫发言人沙奇又染疫喜莱利科林顿确诊 大S甜蜜会新婚夫张兰直播哭诉要不回孩子暗奉 做人别太自私 因油价上涨再度引发通膨担忧 美股下跌 洛杉矶消息 加州一项高达110亿元的救助计划有望获得批准 加州人最早可在7月开始获得汽油补助 加州州长纽森23日宣布一项提案 希望帮助加州民众对抗史无前例的高油价 提案包括向所有的汽车驾驶人提供400元回扣 并为民众提供一项暂时的免费公共交通计划 每辆登记的汽车主人将有资格获得400元补贴 每人最多两辆车 回扣将以400元借记卡的形式发放给所有注册登记的车主 布鲁塞尔消息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史托腾百格今天表示 北约领袖们将同意在欧洲东部盟邦部署新部队 并对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 抵御俄罗斯发动的战争 法新社报道 北约领袖们明天再将布鲁塞尔召开紧急峰会 史托腾百格指出 盟邦们将签署协议在东欧成员国保加利亚 匈牙利 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派遣四个战斗群 他预计北约领袖们将会同意 与陆海空各领域对东部盟邦大幅增兵 北约将尽其所能捍卫所有盟邦 威斯康辛周西 61岁牙医查莫里多年来故意毁损患者的牙齿 已赚取数百万美元 东窗事发后 于本月10日被控五项医疗保健诈欺罪 和两项患者治疗虚假陈述罪名 检察官指出 查莫里经常故意钻坏或毁损患者的牙齿 再向他们收取额外的治疗费 以修复他造成的伤害 查莫里年收入从2014年的140万美元 安装434个牙罐 激增到2015年年收入250万美元 安装1000多个牙罐 洛杉矶消息 一名36岁无家可归的男子 因涉嫌在洛杉矶县的格兰黛市 进行两次武装抢劫而被捕 嫌犯还涉及洛杉矶和华人密集的圣盖博谷 两个月内发生的另外14起武装抢劫案 格兰黛警察局发言人说 警方在查看监控录像时 嫌犯被确定为1月7日抢劫案的同一嫌犯 格兰黛警局和联邦太平洋西南地区 执法部门的侦探们 21日在罗斯密市的河流大道2600号街区附近 逮捕了嫌犯门多萨 华盛顿消息 美国第一位女国务卿欧布莱特过世 享年84岁 欧布莱特在比尔科林顿总统任内 扮演协助主导冷战后西方外交政策的关键人物 她的死讯在一封发给欧布莱特石桥集团员工的电子邮件中 获得证实 该集团是欧布莱特创立的全球战略公司 欧布莱特在科林顿政府期间 曾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然后在科林顿总统第二任期内担任国务卿 她支持北约扩张 推动北约干预巴尔干地区 以制止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 寻求减少核武器扩散 并在全球倡导人权和民主 华盛顿消息 新冠肺炎恐迈入新篇章 美国多个地区的新变种病毒霸二病例 已大幅增加且占比高达70% 美国未来几周恐复制欧洲疫情模式 同时白宫发言人沙奇22日宣布再次确诊 且不会与拜登总统同访欧洲 霸二已在欧洲引发新一波病例 基因体学公司Helix预测 美国多地的霸二病例占比已达70% 这可能表示新冠肺炎迈入第三年之际 也将翻开新篇章 霸二是变种病毒Omicron的亚种病毒 在Omicron从主流病毒消退后 霸二病例则逐渐增加 北京消息 女星大S重逢韩星旧爱巨俊叶 相对下前夫汪小飞和前婆婆张岚 心情则显得复杂许多 张岚先前透露不会想要征回孙子的抚养权 但日前直播时一改先前淡定态度 面对网友提问孙儿女时突然情绪激动落泪 一有所指说人要懂得感恩 不能太过自私 再度引发热议 巨俊叶日前隔离期满出关 直奔大S豪宅 有网友要他把孙子孙女带回北京 他一开始对网友提问视而不见 但网友疯狂刷屏 他无奈说 孩子都在台北 我怎么要 根本要不回来 我更想两个孩子在我身边 华尔街消息因油价上涨 再度引发通膨担忧 美股下跌 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下跌448.96点 或1.29%至34538.5点 石坦普500指数下跌55.37点 或1.23%至4456.24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86.21点 或1.32%至13922.6点 交易员消化了有关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争的最新消息 油价小幅走高 国际石油指标布兰特原油上涨 于5%达每桶121元 美国原油上涨约5%至每桶近115元 以上就是今天世界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